好 刚刚呢 在彭帅的访问当中也提到了 谢淑薇这次拿下冠军不只是圆了他自己的梦 也是让这个谢淑薇的父亲美梦成真 因为谢淑薇呢 从小就是父亲训练的 凌晨的这场比赛 父亲谢子龙也是整晚都守在电视机前面 看到谢淑薇顺利的夺下了大满贯 让这个做父亲的非常感动 熬夜盯着电视机 谢淑薇的父亲谢子龙在地球的另一端 也关心女儿的最新战况 看到女儿顺利夺下温布敦女双冠军 谢子龙终于松了口气 准备好好睡个大觉 明天轻松了 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谢谢 谢谢 这个是现在一定有很多网友在球迷守在 电视机前面 谢淑薇从小就有网球天分 5岁开始打网球 11岁跳级 参加14岁级东亚巡会赛 拿下女单和女双的双料冠军 14岁他就打下全国的冠军 不过谢淑薇的网球路也曾走得艰辛 除了家里一度穷到没钱付房租 也曾受不了父亲的铁鞋管教 淘家放逐三年多 不过走过一切 如今谢子龙充满感谢 我觉得今天拿到冠军 了了心头的一个愿望 实现了我以前刚一踏进网球 想要完成的梦想 谢淑薇史无前例地夺下台湾的第一座 网球大满贯 背后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努力 20年来一切的辛苦都在这一刻美梦成真 有点TV 黄世航 简子祥 台北报道 继续